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发现了 动手 动死吧 小心 竟 竟然是一只 一只猪 一举击杀三名武尊杀手 并非繁猪啊 而为当心 我闻到这里有东西来着 找到了 它好像要走了 嘘 别说话 它 它停下来了 你们瞅啥 没见过这么厉害的猪啊 哥 它说了什么 听不懂 你好 我们几位想求见楚大使 不巧 他线下正在闭关之中 可以的话 我们愿意等楚大使出关 行吧 那你们先在此住下 多谢 是刚才的猪 哇 是真的黑松露啊 可是手机上显示 这片地区没有黑松露啊 你想要这个 这个叫手机 你想送什么直接输入就好了 猪八戒名字的由来 这猪神了哎 还会打字 速度还很快呢 怎么跟楚衣说的不一样 楚衣 你敢骗我 我饿不了你 什么情况 他跑走了 龙贤啊 楚哥 这 没事吧 哈哈 没事 他们平时就爱开些玩笑 好 高管家 您可知道这位神猪的来历吗 他是楚大使带回来的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啊 怎么啦 楚石 莫荒 应该是楚大使要突破了 终于来了 只要度过这道雷截 我就可以晋升先天 来吧 楚衣 你敢骗我 哎 别胡来 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 手废话 只闻大爷一脚 他吃准了我不能躲避雷截 故意在这个时候报复我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受着吧 我去 这比上回雷截猛多了呀 也不知楚老师受不受得住 你怎么一点是没有 本大爷是天猪 天雷对我无效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怎么不穿衣服 凶死人了 所以你们是想行我治病 正是 不瞒您说 我们是南国陈家的人 南国陈家 这可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啊 我爷爷在一个月前突发昏厥 找遍名医都束手无策 所以我们才想到来求你 那你凭什么认为我能治 您的手段我们上次是见识过的 不过碍于准备仓促 所以之前不敢贸然开口 此番我们专程带着成衣来 这里面装的是水 此水出自一口奇潭 那奇潭一半冰冷一半炙热 在月圆之夜便会交融 形成灵力漩涡 隔着瓶子就有如此威力 难道是 天魔神潭 天魔神潭的水是纪念武器的绝品之物 可这潭水怎会出现在人间 这水潭在哪里 规模如何 就别想了 天魔神潭是纪念武器用的 你连武器都没有 错什么热闹 嗯 楚大师 我们的请求 高文贤 我在 接下来一个月 潜龙山庄就交给你打理了 我要去南国出趟差 是 他真是答应了 太好了 多谢楚大师 陈秋水也太小心了 非要分开行动 公子哥不容易呀 之前还有人追杀他们呢 快回包里去 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我已经失下照眼法 没人能发现我的存在 不信你看 别闹了 嗯 帅哥 你也是去南国的吗 传闻陈大师 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元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哈哈哈哈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剑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解释 那就只能 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正面高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仇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病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北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